嗨大家好,我是Yuki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那你们呢也应该经常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淘宝上买衣服呢会遇到一些 比如说就是他们图片是一样的 他们就是标题是一样的 这种就是同款衣服 但是呢他们价格又不一样 有就是几十块钱的有一两百块钱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陷入深深的纠结当中 到底呢应该买几十块钱的还是应该买一两百块钱的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就是一个衣服的测评 我买了两件就是同款的连衣裙 那第一件呢就是这个79块钱的连衣裙 那第二件呢就是这个169块钱的 他们是同款的 就是我看模特上升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的标题是一样的 那先看一下这个79块钱便宜的这个好了 我就是收到的时候当时就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就把这两个快递全部都拆了 所以包装袋已经不在了 但是外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好了 这个里面我是没有拆开的 这一件是79块钱的连衣裙 来看一下里面 打开是这样子 它就是一款就是比较气质一点的这种白色的连衣裙 有点米白色的这种感觉 这个是79块钱的 就大致这么看一下 然后拆一下这个169块钱的 诶 诶是这样子 诶 哦这里面还配了一张这样的紫壳子 就是为了固定这件连衣裙放在里面 这条呢是169块钱的 我觉得大致就这么一看 它们俩确实是同款的裙子 长得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面料好了 这个是便宜的 然后这个是贵的 我这样摸一下 我觉得它们俩摸上去手感是差不多的 但是明显能感觉到这件便宜的 它会稍微的薄一些 就是面料 然后这件贵呢 它要稍微的厚一点的感觉 就厚实一点的感觉 质感上面呢 确实这个贵一点的 我觉得要好一些 然后看一下里面的这个内衬吧 这个便宜的呢是有内衬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贵的 贵的这个也是有内衬的 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细节和做工啥的 这个是它的内衬和它这个布料的一个拼接的地方 它这一块会不会有点扎人 因为我现在没有穿到身上 就没办法跟你们说 一会儿就穿到身上再讲一下这个感受 它这个拼接是我觉得就这么一看 这个走线我觉得就一般嘛 就是有一点随意这样子 然后看一下这一条贵一点的 贵一点的是这个样子的 明显就是我觉得做工这一块好很多啊 就是它这个细节处理的也比较好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内衬的面料的话 它会稍微的也是厚那么一些些 然后摸起来的话 我觉得其实内衬摸起来两件都还挺舒服的 虽然面料不太一样 但是都挺舒服的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扣子 因为这条裙子就是它是这样子的嘛 然后中间这个扣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装饰的点 很好看的点 看一下这个便宜的扣子呢 是这样子的 能看到吗 然后贵的呢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一个扣子 这样就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你们可能看的会更加直观一点 我觉得贵的这个扣子确实做的 我觉得要精致一些 然后它会稍微大一点 这个我拽一下 两件我觉得就是缝的都不是特别好 都有一点松散的感觉 就扣子上面 然后我现在把这条裙子 就是拿这个衣架来撑起来 我想看一下它的就是版型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已经把这两条裙子就拿这个衣架全部都撑起来 这样的话看这个就是版型啊 还有特点什么会比较直接一点 正面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地方的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出入 两件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掂量一下感觉 右边这个柜的这件要稍微重一点 然后便宜这件要稍微轻飘飘的这种感觉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后 背后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柜的这件 它确实中间会有一条这样的 就拿前面这样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有这样的一件就是缝 拼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在背的正中央这一块有一个拼接 那便宜这一件呢 你们看这里是没有的 就是它是这样一片下来 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修饰的 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 它会让整条裙子看起来立体感更好一点 然后整条裙子上升可能会扩行更好一点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一会儿可能上升的话 就能感受到他们俩到底就是这一点有没有用 但是可以看出来这里是有区别的 然后我来比一下他们大小 因为我还特地就是拿了两个就是一模一样的衣架 然后来比划一下他们俩这样大小 这样比的话是比较就是我觉得比较准确 不会出现什么就是差别的 然后这两条裙子呢 我选的都是XS码 所以应该是有可比性的 比划一下他们俩大小 这样子捋轻一点 你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一件呢 它是那个贵的 然后后面那一件呢是79那个便宜的 确实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就是这里 贵的这一件要稍微小一点 你看就便宜这一件大书这么多 然后这边也是你看 两边拉直的都是一样的 后面这一件呢确实要大一点 然后看一下这个袖子 袖子这一块我觉得有离谱 你看后面这一件便宜的 就比前面这一件 大书这么大一截 我的天 大书这么多 这个版型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然后下面裙长的话 就是确实便宜的这件裙长呢 也是要稍微就是多出这么多的 你们能看到吗 就是裙长也是有区别 整体来说就是这件便宜的 它的一个版型大小也好 都是偏大一点偏宽松一点 那这一件就是贵的这一件呢 它的版型要稍微修身 然后偏小一点的感觉 目前看就是这个样子 那上身那个效果呢 就等我去试一下啦 左边这一件呢是79元的 右边这一件呢是169元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便宜这件上身效果是偏宽松的 柜子这一件呢 它会偏修身一点 后背的话 整体的一个感觉也是偏立体一点的 会有一点收腰的效果 那两件上身的舒适度 我觉得都挺好的 都不会扎人 因为我比较瘦嘛 然后个子又比较小 我会更加喜欢179块钱这一件 就是上身的一个效果 但是从普通的一个社交距离上看 我觉得效果还好 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经过我今天一个简单的评测和上身效果的一个比对 我觉得就淘宝上面几十块钱和一两百块钱的衣服 它们还是存在差距的 就是还是有区别的 那贵的呢我觉得就是各个方面 比如说质量版型还有细节等等各个方面 我觉得做的更好一点 品质也更好一点 那便宜的这一边呢 确实各个方面来讲 就会稍微的逊色那么一丢丢 但是性价比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便宜这一边 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那不管说你选择就是便宜的 或者说贵的 我觉得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 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就好了 也希望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能够给你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按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见吧 拜拜